政黨法 市長 我們今天講政黨法 我想請問一下 在二次大戰前 所有西方的民主國家 幾乎很少把 政黨 路線也好 或對政黨的規範 他們那時候也是跟我們現在的 現行體制一樣 幾乎把它視為一個簡單的人民團體 我想請問市長 我們現在所有的人都認為 西方國家第一個 把政黨路線的是 哪一個國家 你可能 就我所知德國 其實委員您所講的說 把它視為人民團體 歐洲的國家大部分把它視為 是一個公法的團體 倒是美國 我剛剛講的是二次戰前 不是講現在 不是 二次大戰以後 到現在仍然是這樣 我剛剛講的前提 是二次戰前 大部分的西方民主國家 我想這個只是資料收集的問題 我想請委員 所以我不需要你講那些 我只要你回答我的問題 你知道或不知道 因為這個不是我要問的重點 那就請委員指教 我們一般認為大概都是義大利 你剛剛講的德國 那是因為德國 那時候西方有防禦性民主的概念 什麼出現 因為以民主的方式 到最後取得政權 然後又變成獨裁的 一個政權出現 希特勒的時候 所以後來德國才有這些 我要講的就是說 重點 很多的西方的國家 在二次戰前 是面臨的跟我們台灣現在一樣的狀況 那我們台灣已經晚了這麼久了 我只要問 就是說 如果以現行的 我們的 政黨的 規範政黨的制度 在台灣現在 我們是不是任何人 只要達到我們的標準 我都可以來 成立一個政黨 我們認為是 黑道也可以 就要符合我們的這些 積極條件 跟是消極條件 黑道也可以嘛 對不對 黑道的話 是怎麼樣定義的話 我想不同的人 會有不同的定義 但是我們的這個積極條件 跟消極條件 是非常 這個 對嘛 只要他符合我們這些條件 也可以嘛 對不對 我們大概 比較難說 貼一個標籤說 這個人是黑道 這個人是白道 他這些條件 來做判斷 你 是不是黑道 全民自有公斷 我現在只問你 如果他有黑道背景 或是他本來就是一個幫派的 一個團體 他現在透過我們這些 的積極的資格 或消極的資格 他來申請 我們是不是要准 不管他是怎麼樣的背景 都要嘛 他只要符合這個就可以 都要嘛 對不對 財團也可以嘛 對不對 只要符合這個 都可以嘛 不管他是什麼背景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問次長 那我如果我今天是一個面對一個敵對的國家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一個政黨法的明確的規範 他是不是可以透過我們現行我們的制度的漏洞 他來一個成立一個政黨 然後來積極在我們台灣來做宣導 然後甚至是挑撥我們人民的感情 他可不可以 委員 委員 您一下子 要從這個 一下子要打到 能夠成立 我問你 我問你法令可不可以嘛 以陷阱的制度 他可不 有沒有可能這樣做嘛 你只回答我 有沒有可能就好 這個問題大概不合適 只是說 可以不可以 因為他要成為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不管你是 他當然是透過中華民國的國民啊 他當然透過代理人就可以了 如果那些人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的話 按照規定是可以的 對嘛 你就問我 你就回答我可不可以就好了嘛 可以嘛對不對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不論什麼樣的背景 對嘛 可以嘛 你就回答可不可以就好了 是不是可以 我剛才已經回答了 蛤 可以嘛 是不是 是 我這個規定 好 所以黑道啦 財團都可以 我沒有這樣講 我講的嘛 你不要一直那個嘛 我講的嘛 是 對不對 你們剛剛的報告有講 你們報告第三頁第十一項 政黨不得經營或投資盈利事業 這是你們 第十一項 那又第十六項 你們那邊有寫說 政黨以經營或投資之盈利事業 應於本法施行後兩年內將其股份出資轉讓 借其無法轉讓或轉讓條件顯不合理者 應於六個月內信託於信託業 對不對 是 那我請問一下 你給信託 那個財產是誰的 信託還是這個原來的那個政黨的 還是原來政黨的 那他信託的收益呢 信託的收益還是歸原來的 還是歸原來的政黨嘛 對不對 所以 總 很簡單的講 都還是原來政黨的財產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回到我剛剛請教你的那個問題 如果我剛剛說的 不管是什麼背景的人 他用這個邏輯以現行的制度來講 他目前他成立政黨 他可以在他的政黨下面 掛他有很多的投資盈利事業 他如果資產有好幾兆 我們承不承認 以你現在的法令條文 我們認不認可他的成立 這個是在本法施行前的才適用 你現在還沒施行啊 他如果明天 沒有你只要回答我問你的 你回答我的問題 不要 你的假設條件就跟這個不太符合 我沒有辦法 什麼叫不太符合 他如果明天申請 符不符合 明天申請我們也要審查 不會明天就那個 說不定今天下午整個法就通過了 那現在還沒 我現在在質詢的時候通過了沒 你以現在的條件回答我 你以現在的條件回答我就好 現在沒有人申請啊 我跟你講 有沒有人申請我們是就法論法 你回答我的問題 你不要在那邊耍嘴皮子 我沒有耍嘴皮 你回答我的問題 現在會不會這樣子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目前沒有 我如果講的會不會發生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但有沒有可能發生 不太可能 為什麼 你這麼有把握 現在就是沒有人申請 你這麼有把握 你這麼有把握都沒有可能發生 搞不好我現在質詢了人家一聽了 很多人就趕快去做了 你如何去因應 現在還沒有辦法這個 我跟你講齁 你不要在那邊講 那個回答我的重點就好 其他你不要在那邊講 我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講 我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講 如果以你們行政院的版本的話 會有造成這麼大的漏洞 這麼大的漏洞 我們今天的法令 如果沒有來得及再 像你講的 明天如果可以馬上施行的話 會有幾個月的空窗期 會造成台灣多大的動盪跟不安 這不是你這樣講 沒有不可能發生就不可能發生 作為一個次長 你不可以說 我不管未來二十年三十年 台灣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未來幾個月要可能發生的事情 你都要積極的預防啊 積極的處理啊 我們的官員怎麼可以是這種態度 你了解我說的意思嗎 了不了解 提起來是您有您的論點 對啦 我的論點 我相信你不一定認同啦 但是你認為 這有沒有可能發生 你認為這 當一個次長的人 你認不認為你應該 看台灣未來二十年三十年 應該 對嘛 那你怎麼可以 說我這個問題百分之百不可能發生 一個台灣的官員都是這種心態的話 怎麼可能會制定出好的法令 你想說再過幾個月就不干你的事了 所以你也不用管嗎 那你這幾個月淋台灣人民的薪水在淋什麼 可以這樣子嗎 然後我想要再請問一下 這種情形可以發生嗎 你贊不贊同政黨法 要盡速通過 贊成 贊成 那我除了剛剛這個問題之外 我還要有一個問題要請教 雖然政黨法如果通過的話 我對很多的版本 我認為對很多小黨的保障不夠 你認不認為 之前這個我們在對於政黨的補助的部分 我們也是基於這樣 所以在立法院已經有共識 已經把那個補助的這個門檻 已經有下修了 包括就是說提出候選人的這些 可以領這個 政府可以補助政黨也都下修了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 但是經過大家的這個公益 如果認為還不足的話 還有機會 在這個政黨法裡面再來修正 我認為政黨法的制定 不應該從很多財產或黨產或補助 還有一些積極跟消極的 他的參選的權益 我們也要一併去考量 你一個小黨 像比如說我們現在的立委選舉 他要規定他區域要提多少或什麼的 我覺得你覺不覺得這個都還有在檢討的空間 這個大家有共識的話都可以在檢討 可以嘛 是 那我們現在我們對小黨的補助款 我們現在是你知道是多少嗎 以上才有補助 現在是政黨補助金的門檻 是3.5% 那你知道像我們鄰近的日本是多少 鄰近的日本 我們看看我們有沒有收集到這個資料 如果沒有我們也是請委員來指教 嗯 日本是2% 對嘛 我就不相信你會沒有準備 來這邊怎麼可能連這個都沒準備 對 那你知道 德國是多少 德國千分之五 對 你這邊都有了嘛 是 所以我要跟你講就是說啊 如果你認為 我們3.5%你不認為太高 呃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齁 這個門檻齁 也是要大家各個黨派 不是嘛 我知道嘛 但是你今天你是來這邊嘛 你代表行政院內政部來的嘛 是 內政部都沒有看法嗎 我們認為我們提3.5% 我們就是認為3.5%是合適的 好 你認為合適的齁 那我如果在這邊我認為 對小黨的 這一個應該在降低 你認不認為合適 呃 委員可以提案啊 這本來就會併入審查 不 我當然知道那是我的權利 我可以提案嘛 我現在問你嘛 你認為應不應該合不合適 我要知道政策你的想法啊 你還有好幾個月 我剛剛已經講過啦 你都沒有想法 那你沒有想法 我們就開公聽會就好了 我們還來這邊幹嘛 現在政策就是3.5%啊 這個也是今天 那我說如果在降低 你認為合不合適 應不應該嘛 以你 身為次長的角度啊 總不能你 政府都沒有態度吧 政府的態度就是3.5%啊 對嘛 所以你們認為 所以政府的態度就是3.5%嘛 對不對 你們認為就是3.5%是合理的嘛 在這邊我認為 我們大家應該在 3.5%我認為太高了一點 應該可以再降低 這我沒尊重 是 接下來我們請莊瑞雄委員發言 這個你幫我做一下 你幫我做一下 主席我請我們內政部成次長 請次長 專委您好 欸 市長 現在說到政黨法 說到東山 你們部長怎麼打拼了呢 是怎樣感冒 他是不是受到 黨產的感染 而生病 我實在不曉得 沒有啦 我是說重要啦 不是他怕黨產啦 對嗎 對嘛 我會沒有